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去年Yamaha一次過推出了三款真無線藍牙耳機 分別就是E7A、E5A 以及我現在手上的E3A E7A是一款主動式降噪的ANC藍牙耳機 我在YouTube上都已經有見過不同的Youtubers做過一些review 所以我在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三款耳機當中最便宜最划的E3A 它的價錢只需要港幣468元 你就買得到 Yamaha的家居影音產品相當出色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否認這一點 而SAMBA應該都是大家最為熟悉的產品 它的價錢都相對比較親民多一點 但是無線藍牙耳機又怎樣看呢 大家有試過沒有呢 根據我們的傳統 首先都跟大家一起做了開箱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是E3A 在盒的後面也都見到 由通理琴刊發出的刊貨證明 我們打開箱後就會見到有一張彩色的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相當簡單 但也是很帥 除了也有一個合格證書保養證書 再來就是我們充電盒的本尊 充電盒其實是很輕巧的 也是用了Type-C的充電設計 耳機的部分也都是相當精簡 細小粒很輕便 打開了也都見到可以換耳塞 再來也會有一條的USB Type-C的線 另外有三個size的耳塞 還有一個是耳翼設計的耳膠 我們今天開箱的部分就是這樣 老實說 我之前真的沒有機會去試用Yamaha的耳機產品 但它的手機或吉他M 我都曾經擁有過 所以我對於它在聲音上的調整 我是一個絕對的信心 在提音質之前 我們都是根據傳統說一說它的外觀 在顏色方面 Yamaha的E3A總共有四種顏色 分別是我現在手上這隻最大老的黑色 白色 另外也有粉紅色和藍色的選擇 所以看得到Yamaha對於E3A 它的產品定位方面 是有一個比較大眾的方向 充電盒的設計也是相當精簡的 不會有太花巧的設計 盒身方面也是用了硬塑膠的材料去製作 所以它的重量相當輕便 連同耳機在內整個充電盒 都只不過是重50g 那麼多 盒蓋本身也是一個磁吸的設計 所以你要單手去做一個開關 都是非常之順手的 充電盒本身它沒有一個無線充電的功能 需要靠盒身它本身的USB Type-C 去進行充電 大約不用兩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完整整充好電 連同充電盒本身最長可以使用到24小時 耳機方面可以大概連續播放6小時左右 因為耳機功能其實本身真的不算多 所以它的用電量其實真的不高 很難其實真的很難會用到它沒有電 起碼我真的未試過用到它完全沒有電 耳機本體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輕非常之輕的 單邊只不過是重6.3g 耳機使用了一個親膚的材質設計 無論是你摸起來或是你帶入耳朵 都不會有一個很硬很突厚的感覺 但是相對地按鍵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點力 或者你用指甲去按壓它 就會方便些實際些 所以在按鍵的時候 有機會令到你有一個耳道的按壓感 但是整體配戴的感覺都是非常之舒服的 而如果你是需要在運動的時候使用 你也可以選用耳翼設計的耳膠 就是大家剛剛開箱的時候都看到的耳膠 但是我個人覺得 我現在沒有帶耳翼的來說 其實都相當之穩固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你個人的需求去選用 而我也覺得E3A它的外形真是很簡約的 我手上的一個是黑色 我覺得是很帥 簡簡單單單 只有一個Yamaha的logo在上面 這麼簡單 也沒有多餘的線條和按鍵 可以讓你按的 而在功能上面 一個468元的headphones 各有的功能都有 Gluetooth 5.0 IPX5的機能防水 APDX Siri Google Assistant 這些應有的東西它都有 而且它更多了一個 是Yamaha獨家設計專屬的一個功能 就是聽覺保護的機能 Listening Care Yamaha為了家庭劇院產品 開發了一個叫做YPAO Volume的技術 而Yamaha都將這個技術 套用在耳罩式和耳道式的耳機當中 簡單一點用人話來解釋的話 以前我們聽歌 經常都習慣開大一點來聽 因為這樣才會比較聽得多一點的Bass 但這樣其實真的很想我們耳朵 有了Listening Care的功能之後 就可以在一個中度的音量 都可以聽得到更加正確的低頻 以及高頻的一些細節位置 只要需要在手機上 才用Yamaha headphone controller app 就可以開啟這個功能 而如果你是購買了E7A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APP 來開啟ANC的功能 而連線上面我覺得是非常穩定的 是非常非常少機會出現 偶爾間斷線的機會 這個情況是非常低的 而現時的情況都是非常出色的 我在看Youtube的時候 它只是有極其量極微小的延避 而它的延避真的要很專注去捉它 去錯處才能捉到的 所以是非常之可以接受的 在音質方面我覺得 用這個E3來聽 Acoustic或者一些純音樂的類型 會非常之適合的 老實說 以一個468元的價錢來說 我覺得它的音質已經是無可挑剔的 你無謂在雞蛋裡面挑骨頭是很超值的 低頻它又不會有一個非常飽滿的感覺 但是對於我來說是剛剛好OK的 在收聽譬如是林二汶 或者是岑令兒這一類型的女歌手 是非常舒服的體驗來的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流行樂 或者是人聲為主的音樂的話 我自己挺推薦這個E3A使用的 畢竟以這個價錢來說 它的CP值已經是超級高的 最後我們也試一下這個E3A的通話測試 通話質素是怎樣 Hello 大家好 我是暴力 現在我就是用Yamaha的E3A真無線藍牙耳機 去測試通話質素是怎樣 我現在身處在白石角的海峽公園 有很多人在那邊走進去 也有很多人說話 也有很多海風吹為 不知道大家知道通話質素是怎樣 留給大家聽聽 Test 1,1,2,3 這個YamahaE3A真無線藍牙耳機 目前的售價是港幣468元 價錢相當之親民 而它的CP值也真的非常之高 外型帥仔功能齊全 音質有保證 如果大家最近想買一副便宜的 又有品牌保證的耳機 E3A的確是非常值得你考慮的 最後記得一定要理性消費 有需要自己購買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補你的影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旁邊的鐘仔幫我按一下 而且你要教全部 你才可以看到我所有影片的發佈 順便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上面都有不同的產品 會首先透過sorry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在找我 掌握著你 我今天知道 否則 大家 感谢观看